B站299元,高达福袋的开箱 哈喽,大家好,我是翼王,这次来做一下B站299元高达福袋的开箱 事情很简单,就是之前B站出了两款高达的模型福袋 然后每一款中有三个商品,这样可以拿来做装饰品或者是拍摄背景什么的 然后这个高达福袋有两种,一种是299元,一种是439元 439元的那个福袋要好一点,有MG的模型 但是机种我不是特别喜欢 特别是A主和C主都有吊毛高达,但是吊毛我已经有了 可能会开始重复的来,所以就还是入了这个299元的 很大个箱子对吧,看到快递员的时候我也是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快递员就回复了我一个,没事这个很轻的 这个福袋然后很轻的 这个箱子正面可以看到这个B站的会员购,然后反过来 这边 I am so rich 我来哇塞一口,你还得要知道这 那么就开箱看,里面都有啥吧 1 2 3 3 3 4 3 4 4 5 5 6 6 7 8 金色传说 首先是这个 第1个 然后剩下的它捆在了一起 来拆开看看里面都是什么 首先第1个是SD的爆伤女妖 就现在卖多少钱来着 淘宝80块钱左右 也有60的 60到80块钱这个样子爆伤女妖SD 然后是这个HG 然后是这个 HG的MOON GUN DANG 来再来看看价格 160到 190 160吧算是 160加60 220 那也是不亏的嘛 来最后来看看这个RG的这个是 哎呀糟了 这是什么型号 先查一下啊 查了一圈回来确定这个是漫画作品 GUNDAM SEED A STRAIN里面的异端高达 金色基 天米娜 所以为什么这个HG的盒子会比这个RG还要大呢 查了一下淘宝的价格这个大概是150 150 150 160 60 嗯不亏这个是送的 特别是B组的HG里面没有出到那个35块钱的绿色哈罗感觉也不算太飞了这波 所以要么还是打开来看看为什么这个HG的会比RG的盒子还要大以及这个SD的爆草女妖是不是还能爆甲呢 确实有爆甲的特效件但是毕竟是SD零件不多 看说明书装好之后应该是全程保持爆甲状态没有状态切换 毕竟是SD嘛 然后是这个GUNDAM A STRAIN GOLD FRAME AMAZMINA RG零件比较多但是比例还是144 这么多小东西看着就头痛 零件细节确实做得很厉害小作坊翻模应该翻不出来难怪都说RG无假货 厚厚的说明书这东西不知道要拼到猪年狗月 最后是这个代表月亮惩罚你 零件的精细度还是不如RG但是数量好像还是比一般的HG要多一些 还附送了一个展示价不过考虑到这套东西的价格 也不能说比财团就很良心了 说明书也没有RG的那么夸张 然后我前面说过买这个福袋主要是为了做装饰品或者是在视频里面当背景 但是拼装比较耗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在视频里面出现 要不直接卖嫌疑赚个几十块钱 这次这个只是临时决定的剁手分享小视频 下次会更新这个蓝宝石的RGB电源的拆解评测 那么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